作词 李宗盛 分不清被欲作 你是否就站在我身后 感受我的感受 无论我如何做 如何冲破 这无尽的折磨 可是分岔路那么多 你是否也期待着我 用重逢 解开一切枷锁 想要和你寻找出口 逃出这迷宫 你说微风吹过那时 你在想我 点念着你的温柔 一瞬就足够 想一生自首 百年之前 江湖中有一男一女两大绝石高手 他们从未见过彼此 各自进行着修行和历练 终于有一天 他们同时出现在燕山之巅 只为争夺这块 绝佳的修炼宝地 两人在燕山之巅对视 只一眼就好似万年 气场激荡着天空的乌云 顺势间闷雷滚滚 闪电翻逃 就这样 二人互相让 最终演变成了一场 旷日持久的终极对决 这一战便是七天七夜 莫人知道这场比试的结局 只是后来 江湖中间的两个隐秘 且实力超然的新门派 盐无敌占据山巅 建立了燕山派 金飞花坐拥山脚 开创了百花门 燕山派只收南 百花门只传你们 两派弟子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规矩 一传便是百年 莫师兄 那我们燕山派是赢了呀 要不然 我们怎么在山顶呢 魏妾啊 这人傻就少说话 不然被人发现 会很尴尬 知道了吗 走 师兄 那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谁告诉你在山顶就是赢了呀 我问你 咱燕山派又不是那出家人的门派 为何全是男弟子没有女弟子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再问你啊 为何师祖定下了门规 不能与那百花门起冲突 凡事都得忍让呢 好难不跟女斗 对吧 什么不跟女斗啊 那明 明明就是斗不过啊 斗 斗不过 你是不知道 创派祖师故去后啊 二代就剩下咱们师祖 宇成仙 可他老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 闭关寻求突破好多年了 谁也没见过 也不知他今日出关 这个什么结果 师祖这么神秘 那三代的师叔伯呢 大师伯专攻炼药 是个温吞性子 我师父管理门派 事务繁足 三师叔外强中肝 神神叨叨 只有四师叔 传承了门派的绝学 我师父那么强啊 强 他要是遇上百花门的花肘门 也逃不了被打得求饶的命运 老胡你放屁 你师父在求饶啊 你咋知道啊 我 那五师叔呢 五师叔下山惊伤 早就废了 说说咱们这一辈吧 咱们这辈有什么好说的呀 那现在烟山派在山顶 百花门在山脚 是不是说明当年祖师输了 对啊 对啊 谁说赢了就一定要住在山上的 那烟山派山顶光秃秃的 还有光海 风水哪有咱们这海 哪有湖吗 有花海吗 嗯 进城采满 有咱们这方便吗 他们天天喝水啊 都要来咱们山下挑 更别说这吃的穿的用的了 一个个运上去 还不都得涨价呀 嗯 你们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嗯 说明他们比咱们有钱 嗯 呸 说明他们山上就是比不上咱们山下 嗯 有钱又怎么了 如今百花门有咱们师父在 幻花神宫五层 压得他们闯不过气来 嗯 要不是咱们这些四代弟子不争气 不然早就攻上去了 一心 跟自己叫什么劲哪 又把自己练极了 二师姐 师父说了 一日之计再于尘 一心要利用清晨时光努力提升 光大百花门 一心真乃我辈 楷模 如此练下去 说不定以后真的要超越师祖了 嗯 一心不敢自比师祖 只求有朝一日练成神功 屠灭燕身 一心哪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不要天天只想着打打杀杀 除了练武 你还可以关心点别的 别的 好看 好看 比如 渊山美南排行榜 嗯 是的 这个我想知道 你给我们讲讲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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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不跟你说 这排名第一的是啊 谁啊 谁啊 猜猜 你去哪儿猜得到呀 快说 师姐 你快说 对啊 说说快说 你们若是都像一心一样刻苦 把嚼蛇根的心思 都有在练功上 便是十个燕山派 也不是咱们的对手了 大师姐 大师二师姐 大师姐 玲珑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身为门派二师姐 你要给师妹们做好表率 你若再这样 我便告诉师父 让他老人家罚你了 知道了 师姐 好了 都散了吧 赶紧出门换花 早刻可不许迟到 不然师父 又该骂了 是啊 是啊 你走 快走 快走 走 这三代弟子啊 真是人才凋零 不过还好 第四代有大师兄在 大师兄啊 性格是木讷了些 但却是个武学奇才 嗯 这三代弟子啊 显山派的未来 可全靠他喽 坐吧 卫琪 我跟你说啊 你和大师兄可是亲师兄弟 进水楼台 切莫自悟啊 可大师兄他压力好大啊 要练武 要担起门派的重任 还要维护门派的荣誉 感觉所有事情 都压在大师兄 一个人身上了 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了 你看我们俩 什么都不会 我们就要了吗 不还是晃晃蜡烛 扫扫清洁了 对吧 我决定了 我要帮大师兄 扛起岩山派 祝他一臂之力 你 你是不是 大师兄 大师兄 你在干吗呢 感悟 感 那大师兄 你感悟出来什么了 冷 说 那个 没事 师弟就是觉得师兄辛苦 日夜修炼 从不停歇 师弟想替师兄分担一些 不必 大师兄 我可以的 你好好练功 就是帮我了 那 我陪着师兄 一起感悟可好 你尚未出师 今日为何不去早课 二师伯说了 今天是师祖的出关之日 他们都迎接师祖去了 让我们呀 自行修炼 师祖出关 听说 师祖闭关多年 想必武功 已经天下无敌了吧 师兄 你 见莫师祖吗 只闻其名 未见其人 胡师兄跟我说了 师祖啊 天赋异禀 资质卓越 是百年难得一遇的风流人物 胡师兄还说 师祖的武功是天下第一 胡说就会胡说 一身本事 全长在嘴上 二师伯门下就数他最谢的 一身本事 那大师兄 那你和我说说呗 你觉得 师祖 他是怎样的 师祖天赋异禀 资质卓越 是百年难得一见的 风流人物 你 你 你 好熟悉的评价啊 创派祖师先世之后 师祖历经图治 守护门派姬叶近百年 后来他武功大成 广收门徒 开源解流 才有了我燕山派如今的局面 被百花门压制的局面 女流之辈 师祖闭关日久 师叔伯们受辱多年 我今后便要替燕山派制衡百花门 让他们也知道知道厉害 我要像大师兄一样厉害就好了 我会护着你的 不知道师父接到师祖没 tweονia 不过 哎 Ali他 老四 师父他老人家怎么样啦 哎 哎都是说话呀 哎 哎 癫大师兄 怎么样啊 老五 谢的什么 我 二师兄 这到底写了什么 师父也真是的 都活了一百多岁了 练不成又如何 害怕徒弟们笑话他不成 他如今退位 以后不再过来 不再过问反俗之事 燕山派 现在没有掌门 三代弟子救我们五人 你们说该如何 这以后到底谁来指账燕山派 大师兄 你瞧瞧我这脑子 我这丹药啊 该出炉了 我必须得赶紧回去 你们一 你们一 二师兄 你别看我 我是他老人家 最不争气的一个徒弟 谁当 他也不能是我的 你们一 你们一 我该下山收账子了 没钱花了 言一声啊 老五 等等 等等 老四 你怎么说 我等师父回来 师父心里是这么说的吗 师父有心事啊 今晨 为师竟然已经感觉不到 羽承仙的气息了 羽承仙死了 那糟老头子怎么会死呢 顶多就是晋急思动 下山去了 燕山派若无羽承仙作战 师父一人便可将其击溃 大人被帮啊 大人为了 小人和别人 老四 老四 和别人 你都被紧了 这儿 一羽 我看 庶直 啊 则退 其他人 想必都不是你的对手 是 师父 秦秋啊 你是师父的一波传人 更是百花门未来的掌门 和兴盛的希望 这勤修苦练固然应该 心无旁骛也没错 但灵活变通这一点 师父还希望你好好揣摩 师父放心 青秋始之不渝 必定以祖师一致为避生追求 有生之年 弘扬百花 登顶阉山 屠灭强敌 为师 为师的意思是 你不用总想着什么 登顶阉山 屠灭强敌 拿他们练练手就行了 这祖师的遗致 也不见得一定要杀呀 灭呀 你懂得吧 切就明白 必定杀尽天下男人 师父不是让你去杀人 更不希望你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这心中有恨哪 练功就会走火入魔 我们百花门是名门正派 可不是邪门歪道 师父的意思是 让青秋对燕山派 伤而不杀 大意如此 这两派虽有世仇 但也不必大开杀戒 是 徒儿便只打断他们四肢 挑去手筋脚筋 废除武功内力 留其性命苟延残喘 不用不用 打哭即可 你让你的师妹和徒子徒孙 拿谁练手 是吧 谨遵师命 不死不伤 大哭即可 乖徒儿 你先退下吧 为师 幸好累 师父 还有心事 滚 你们那几个新入门的弟子 不知道门归 我只说一次 且听好了 听好了 那处湖泊乃燕山水源 燕山派与百花门共用 若是遇到百花门的弟子 记住了 一 管好眼睛 不能乱看乱瞟 二 管好嘴 不能无言乱语 三 管好手脚 避免争执打斗 四 保持好形象 不能遵损了门派的尊严 谁又是违反了门归 罚去后山解雄分三个月 且记住了 记住了 师父 好 连师父也打不过雨成仙吗 对啊 师父与他交过手 结果自然是输一个 要不然 那五个三代弟子 怎么可能活得好好的 哦 难怪师父把燕山派同辈的 那些老头子们 都打得不敢下山了 师姐 说说咱们这一代的 咱们这一代的 对啊 师姐 我们可不想撞老头子的 对啊 你们想听这一代的呀 好 想听啊 想听啊 燕山派啊 第四代弟子 人数众多 俊朗飘移 雄魂壮瘦 各是各样 什么都有 来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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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跟你们说说具体的 其中啊 声望最高的 教授他们的大师兄 赵行目郎 赵行目 赵行目 据说他是四代弟子中 唯一一个领悟长生公 并且出师的 号称 燕山之刃 燕山之刃 最重要的是 他真的很老 向兵 向山 向兵山 第二的呢 什么第二啊 那是并列第一的翩翩公子 燕山派的二师兄 顾玉郎 没有人见过他施掌武功 不过据说他身不可测 又兼才智卓绝 号称燕山之刺 听说燕山派对外的事物 都是他一手包办的 慧琴 你看你看 快看 怎么会遇到他们呢 他们就是百花门弟子吧 真是美感 真漂亮 是啊 真好看 看哪儿呢 怎么告诫你们的刚才 有什么可看的 牢记门归 打完水速速回山 知道了吗 知道了 这样丰度翩翩翩翩 有实力 有能力 有才情 怎么能不是第一呢 了 好穷哦 我要是能见着顾玉郎 就好了 啊 好严热啊 不开心 昭行墓和顾玉郎 都已经负责起了门派的任务 许久未曾见到了 要是能偷偷看一眼也好啊 偷偷看有什么意思啊 要想见顾玉郎 也不是不行 手在山下便好 赶紧打 赶紧打 咱们睡把眼睛闭上 别看啊 我可提醒你们啊 见识可以 不过 一定要怒事 怒事 心里再怎么喜欢 表面上也一定要不屑和愤怒 跟我学 燕山贼子 受死吧 速度快点 速度快点 好 好 好 我这事啊 玉琪 回来 玉琪 回来 老师姐 他们是燕山派的人 他们是来打水的 这湖泊是两派共用 你打人家做什么呀 我是盲规 快 走 走啊 走来 走来 走来一下 快 走 快点 快点啊 把这些都拿上 看一下 他们走了呗 走了 走了 走 是吧 都走了 走走走 赶紧走走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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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跑 一路小跑 小风 跑下来 跑下来 师姐 干吗去 师父逐我去燕山派挑战 一味磨炼功力 二来养我百花威名 师姐 我陪你去 我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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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我也要助你一臂之力 教训那些燕山贼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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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 这 都去怕是不妥 燕山派还以为我们两派 要决战呢 你们这帮小丫头骗子 师姐平时白讨你们了 这次机会我去 回头啊 给你们讲讲 可是啊 师姐 百文不如一剑呀 青眼剑不比你讲的好听啊 就是 是啊 是啊 真的啊 你们这些内功还没修炼好的 去了便是送菜 回头啊 剁了门派威名 看师父怎么责罚你们 快去修炼去 去啊 那我们等你回来 回来跟我说 知道了 知道了 二师姐 你都到 别忘了 记得了 师姐 一定要告诉我们 是查看 是呀 大师兄 你真的要一直 再次打坐啊 不如我陪你说说话 不必 那你不觉得无聊吗 为妻随意即可 小师弟 苍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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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琪啊 许久不见 又长高了许多 来 吃个药 不必 苍师兄 你怎么来了 师父闭关修炼 主我来指守山门 大师兄也在啊 大师兄无聊至极 咱俩去那边聊聊 大师兄一向息子如今 那我们就不打扰他了 苍师兄 大师伯练的什么药啊 据说是能够帮助我们 突破长生宫的弹药 真的 那何时能练成 我跟师父修行近二十载 练药之术太过于凶险复杂 丝毫不比练功来得容易 你们都能为了门派奉献力量 唯独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刚才还要求大师兄 教我长生宫 可是他不肯 魏琪的基础内功 可修炼圆满了 我距离修炼圆满境界 就差一步了 但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迟迟不能练成 要不我帮师弟看看 好 手给我 来 师姐 怎么了 依稀 出来吧 你个小妮子 你怎么跟来了 大师姐 我 我想见识见什么 师姐 你说 算了 就带上他吧 他入内门日短 也没赶上之前的比武 这回 就算带你上山见识见识 嗯 好吧 那就跟着我们吧 不过你要记住 切勿 轻举妄动 遵命 好 对 你快走 你也不想走 走 我 你快走 你快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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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往哪儿走 你走 你走 沧师兄 你说的意思我都没明白 就是说你体内有两种内力 分属同源却无法融合 所以才导致你基础内功难有大成 但奇怪的是 这长生功已经入了门了 沧师兄 你的意思是不是 我现在高不成低不就 也可以是这个意思 这可如何是好 有人来了 我们去看看 大师兄 大师兄 你快看 有三个女子朝我们走过来了 是百花门大师姐月青秋 二师姐玉玲珑 另外一位 应该是刚入门不久的关门弟子 李一新 师父叮嘱 不死不伤 打哭即可 目的在于养我百花威名 一新一新 大师姐 你快看啊 那个坐在树上的 便是朝行墓 朝行墓 要打死他吗 喂 你那么暴力会没朋友的 啊 啊 华老师姐 你不是我的好朋友吗 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吧 月青秋 是百花门四代弟子中的大师姐 幻花神功已经练到了 第三层 你看她眉心三朵花瓣 果然进步神速 不愧是未来百花门掌门的继任者 不过大师兄的长生功 也练到了第三层 他们应该是能打个平手 朝行墓就交给大师姐对付 我杀下面那个傻大狗 那个呀 是苍山远 号称阴山暖阳 他的笑容能够融化冰炫 他的生意能够排解幽远 那我就收他 苍山远习武多年 玲瓏 你去对付他 玉玲瓏伸手 应该和我差不多 动起手来全得看状态 那剩下哪个我杀 使不得啊 那个呀 便是唐宗泽的关门弟子 也是朝行墓的师弟 军卫妻 听说啊 燕山派上上下下的人 都特别放纵他 你可千万别胡伤了他 至于离心 我从未见过他动手 不过看他年纪跟你相仿 师弟当然可以打个平手 不如我们一哄而上 群起而攻 不可 师弟 忘了门归了吗 嗯 鱼百昏门之争 不可偷袭 不可杀人 不可欺凌 我又不是燕山派的 没必要纵他 上 喂 你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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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师弟 你没事吧 被女人打的感觉 真的不一样 糟了糟了 怎么跟师叔交代啊 吃药 我 认为师父 师父 我 咱们不急于一时 他好厉害啊 你就是招行墓 我是百花门的黎一新 可敢一战 这就是你们百花门的做法 小师妹天真烂漫 不懂事故 这还天真烂漫 你们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啊 这便是他与大家打招呼的特殊方式 平时呢 我们也是这样被他打来打去的 你别介意啊 废话少说 接招 李希 李希 赵师兄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啊 谁还不是个孩子 你看他把我身体踢的 严肃一点 都傻了 是吗 这么不禁踹的吗 你们后退 你幻花神宫已突破三层 与你交手也不算欺负你 赵醒墓 师父不让我大开杀戒 大哭即可 小心了 休说大话 今日便让你见到 长盛宫的威力 人家 儿子 乖 老师姐 大师姐敌得过招醒墓吗 敌不过 大师姐刚突破不久 招醒墓在三年前 就已经长寿功三层了 那怎么办 你看 大世界马上就要落败了 我们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ither Harp 点声图而不发全才美少 长发飘搭隐瞒露红袖绕 独领着风骚 欲联中想笑 一样一样啊啊 快撑点笑 不打发火灶 一样一样啊啊啊 人生怎么能撩操 中枯燥 一样一样啊啊 轻破成年少 轻而不择摇 一样一样啊啊啊 许我一出风流 自然且看紧照 不忘一场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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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易沾着科学才一照耀 天生不饿不发全才美少 长发飘搭隐瞒露红袖绕着 独领着风骚 欲联中想笑 一样一样啊啊啊 快撑点笑 不打发火灶 一样一样啊啊啊 人生怎么能撩操 中枯燥 一样啊啊啊啊 轻破成年少 轻而不择摇 一样一样啊啊啊啊 许我一出风流 自然且看紧照 不忘一场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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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更新的一场年少 明镜需要您的资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